这可能会涨到前面嘛 所以我们要须定做 切冰个味 拼好味以后 只会煮好点 看这个侧面 越大的成形器 管车留于风棍越远 小的 它的距离就相对于 比较小一点 大概 十个毫米左右 然后我们上面这里 上面这里的话 因为是开个门嘛 开门你掉东西下来 它的接触点 接触点 越往里面走越好 所以这个自带器 也是一样的 就是自带器越往里走 掉的物料 就在这个自带器的喉咙位置 下料就比较快 所以现在这样子的话 它还往里调 在往里调的时候 这个位置 有挡住的话 那么它也往里走 那现在走不了了 它就挡住了 那现在走不了了 挡住了 那现在走不了了 挡住了 那我们就把它 往里挡 挡住它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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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往里走 尽量的协调一下 往里走了以后 我们这里封量的 那也往里走 或者这个 这个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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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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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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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住 固定来说就定了几个位置 就是把自带器的位置定好了 中风的位置其实就是中风风边的厚度 三度就把它定好了 把它定好以后 把这个轮子 大木轮也往后走 大木轮的水平面 跟它是在煮一个水平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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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平面的话就说 轮子比这个平面稍微差一个毫米 泡里面走一个毫米就好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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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调查了中风拉摩轮 那些就是定位中心线 正常说中心线 正常说中心线 一趟 这中心线 往后退5到10个毫米 这样 那我们现在多出来嘛 大概也就是 往后退10到15个毫米 那现在我们 定预判到大概去多少 然后 打开 一下 把茶都拉掉 然后 切挡萝卜 把它装掉 装吗 这里 这个就是切挡萝卜 装掉它 这次有海绵 挡住了这个螺母 也要把它拆掉 这个接触情况 上面盖板也取掉 现在装掉铁挡固定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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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好 鞋挡罗姆 手推一下 这个鞋挡座 鞋挡支架 一定要让它是顺畅的 因为我现在没锁螺丝 也要感受一下它的顺畅度 那逐渐的把这个固定螺丝 鞋挡固定螺丝 锁紧 慢慢的带着 在带的时候 要鞋后推动 看一下它的顺畅度 一旦像这种 有踏实的卸降 说明我们的中间点 不在 不在这个平面上面 所以它这个 鞋挡座 就会发生一个偏移 造成这个轴 中间会不对 一旦关片 撤一下 看它偏移的方向 我们一锁的时候 可以关它这个位置 看到往哪边贴 第二次这样的扭曲 卸降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位置 增加一点 这个液料罐 你要看它偏移的厚度 决定跌多厚 就跌个两层看看 别别锁紧 固定住 看它的顺畅度 那固定完了以后 它的顺畅度很好 那就已经说 变好了 固定住了 然后我们第二个 因为你 调解了 切挡的话 要看一下这个风棍 有没有发生 就是说变形 导致 左右上下压力不一致 如果不一致的话 我们就需要 把这个风棍松掉以后 也是一样的 用这个垫片 把它保持平衡 现在是这边压力是敏合的 但是这一边是开口的 开口的 看到吗 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 让这边压力也是敏合 我们可以可以做几个方面 一个是在这个位置加一层或者两层垫片 也可以像刚之前这里稍微松掉一点 松掉一点以后 我们让这个中心稍微便宜一点点 松掉的压力 现在已经敏合了 但是你要保证这个顺畅度 能保证顺畅度 你就可以找这个位置 就不用去跌它 我们让 不轮到最早点 去看一下这个中心线 可以把这个位置 搁上 搁上以后 我们去算一下这个位置 去把这台气 在拉摩之后稍微会往内部 往里面靠 再让中心线 接近转一下 大概靠过后 好了 还用这盒上的方式 再转 离开中文最高点 慢慢的打开 打开 五到十个毫米 十个毫米左右吧 然后 然后我们再把它扣上 再让以后 估计 后续下 这个压力就能把他扣上 一定要把他扣上去 把他扣上去 扣上去 扣上去 我们顺带的 把这个放膜直接 扣上去 打开十到十一个毫米 你要看他的物料 比如说物料容易扬成的 尽量的这个开合度大一点 让这个物料的上面 停留的时间长 这样子的话 有助于封口干净一点 我们打开 十到十五个毫米这样 然后 我们给这个信号快 信号感应 黄色的是放膜 绿色的是打码 你就把这个打开了 在这里 然后放膜的这个放膜接近开关信号 是什么时候拉膜 那我为了让物料停留的时间在上面长 尽量的长让盖子干净 所以我的位置稍微调一点 十五个毫米这样 然后走完走到十五个毫米这样 感应增量这里就开始拉膜 你这个位置看看效果可以了 然后 然后 进入突轮 刚刚进入突轮最高点 好 我们是要再调这个反应时间 反应时间是在突轮最高点 刚刚进入突轮最高点 也要取到信号 一有信号就打印 打印 跟拉膜 还有种中 中的各个位置 它是不能有互相干扰的 重度的地方 如果有重度 它就可以 把这个膜 给拉担